各位好 这次我们来分享一下Google两步骤验证 OK 那什么叫两步骤验证呢 其实就很简单 你就想啊 如果今天 有人要嗨你的账户的话 他除了知道你的密码以外 很抱歉 那如果这个装置新的 他是没办法嗨进去的 因为Google会主动去 将第2组密码 也就是第2把钥匙 送到你已经认证过的手机 那是一个会 会变更的密码OK 那有时就好像你去刷 刷信用卡嘛 他会临时送死你另外一组密码一样 如果你的认证错误 很抱歉 你的信用卡就刷不过 那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嘛 如果他没有拿到第2组密码的话 第2把钥匙的密码的话 你的账号根本打不开 这么好的功能我们就赶快来用吧 OK 好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那首先呢 当然你就去登录你的Google账户 那我们选的第1个图示 就是你的大头贴 点下去 然后呢我们选到 找到第2管理你的账户 再点下去 好继续看下去 然后呢在左边的画面呢 你去点这个安全性 然后在右边的画面 你就往下滑 你去找到你登录Google的方式 那你找到两步骤验证 你的画面应该是 两步骤验证应该是 以停用或者为启用的 那没关系 我们就点下去OK 好点下去之后呢 他就会说 请使用手机作为登录的第2个步骤 那这是我已经 OK已经被认证过了 那如果你的手 你的手机有没有 我不知道 那如果有没有的话 你就要想办法去讯真 OK 那如果有的话 你的手机就可以去接受这个讯息 应该是有的 因为每个人手机应该都会 设置Google 没有嘛 对不对 好 那OK 那第2个步骤呢 我们就是要在你的手机呢 你选择你的手机 OK 那你就输你手机的号码 比如说你输入0927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 直接输入就好 你不用 中间不用空白 就整串直接输入 然后呢 基本上就完成了 好 当它在你的新装置输入密码之后 Google会 你或者是你自己 Google就会将 就会提示啊 就是送到你已经登入账户的每一只手机 那你会清楚是你本人要登入 你才有办法在新的装置去登入 OK那意思就是说如果 骇客要新装置 拿到你的 第1组密码 就是原本 设定的密码 那也没有用 因为他必须拿到第2把钥匙 才有办法开启 好那这么好的功能 你就赶快用吧 我们再看下面 好那 通常呢 万一你用密码忘了怎么办 那没关系 我们可以去下载 或者说你 不想去搜简讯 去得到第2组密码 怎么办 我们去到Google Store 去下载 Authenticator 这个App 然后呢 这次程式其实他可以就去接收 Google送的第2组密码 你就打开这个App 他会把那第2组密码第2把钥匙 他直接在手机上面就滑 你就看到这组密码 那以后你在新装置去登入或者去旅游的时候呢 就真的需要这第2把钥匙 不然国外收简讯 我不晓得要不要钱的 可能还是要 那不用钱的当然 WiFi大家都拿得到嘛 当然是用WiFi的App OK 好那去下面 这个 那怎么去处理呢 好 那 比如说你点选之后呢 我们签设定验证器 那就是那个App 那这时候呢 你的电脑啊 你的电脑就出现这个二维条码 那你的二维条码这个装置就必须去 或是这个账号就必须跟你的App做一个连结 你的 Authenticator下载完之后你打开它 好那去扫吗 电脑所出现这个账户的二维条码 那你扫完之后呢 以后你在你的手机就可以去 去用这一组 行动验证码去登录新装置 OK你就不一定要用手机去收简讯 这是连结的方式 OK 就是App跟你电脑账户连结的方式 好继续往下看 这个也很重要啊 就是bonus 跟各位讲的 比如说我在华我的账户 我怎么看到我的装置有个叫S8P的 我根本 久久 用一次或者没印象 也许这是一个 Android TV 或一个山寨平板的一个装置名称 那我看下去我觉得怪怪 那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把它登出 那怎么登出呢 你就去 如果你有看到管理装置这个画面的话 这个icon的话 你就点它 或者你直接在右边点下去 那它会出现你所有的历程 你就找到啊 你 认为你没有在用的装置 不管啦 你就把它登出就对了 因为 风险管理嘛 你可能也没印象 OK 那你就可以登出它的 那以后你要用的话 就必须在 这个装置的话 就必须再使用第2把钥匙 才可以登录哦 好 那这个bonus 应该是算一个 加分吧 如果看到这边你 还没订阅的话 帮忙订阅 或按个赞哦 最后谢谢您的观看 如果这视频对你有任何帮助的话 还请帮忙订阅点赞跟分享哦